今天其實很感謝我們的屬住林文定教授 他提供了場地 然後讓我們辦這個看守台灣論壇 那今天我們來講的是六親 請三副院長來講六親 那由看守台灣來辦這場論壇是最適當的 因為很多的事情跟看守台灣都有關係 未來如果要了解的話 想這些新聞為什麼會出來 其實跟看守台灣都有密切的關係 那但是我們今天重點是在六親的真相 所以詹長全老師我想不用太多介紹 他是在我們環境界 或是社會委員會是非常受尊重的一個教授 那他長幾年來做六親也是發現到很多 過去大家都不知道那個真相 那我們今天很同行來 請到我的同事也是我很尊重的前輩 詹長全三副院長來講六親的真相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 謝謝 謝謝 謝謝副理事長 那晚上還有這麼多人要 要聽這種很生硬的演講不簡單 有些人有聽過這種演講的一部分 每年都在更新 這是一千多天來 我跟我的學生住在雲林六親附近的幾個鄉鎮 蠻辛苦的一個成果 真的每次想到這個都覺得很辛苦 今天我們整個團隊還下去賣聊跟台習 因為週末要在那邊做一個說明會 那做任何一個環境研究 不可以離開那個土地 更不可以疏離那個地方的人民 所以三年來我們跟當地有個承諾 我們發現了什麼 那我們就應該回去跟他報告 這是我們第一個應該要報告 所以當去年五月多我們計畫結束 開始寫報告 寫到七月審查通過 審查通過再開始改 改這邊的這個措置 有一些意見改到八月多 那今年開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應該回去跟賣聊跟台習的鄉親 說明這是什麼 那也是我蠻大的一個壓力 那去那裡就都用台習 可能PowerPoint 那都是有什麼好 所以我就一定要用當地鄉親 可以了解的語言來說我發現了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所要講的 所以大家等一下看到有一些投影片 那真的是都是蠻辛苦的 到現在也還沒有結案 有很多故事 這個真相跟真相的背後有很多不為人質的這個故事 大家感覺說一個報告完了好像就結案了 那好像又結外生枝有一些事情 接踵R來的很多人說是壓力 很多人說是干擾 很多人是什麼 那 那我很少在公開講 那大家覺得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杜文寧教授說 陳教授你那個報告可不可以給我 那這個 我現在我今天有帶了一些 我就印了幾百本 最後它定案我當然是可以給人家 可是當你發現一個事情 從五月到現在十月 你的研究案還沒有結案 那你就覺得說 這個很多故事在發生 所以這個事情是給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事情在這樣 那顯然這個事情不單純 我們看的 那就是不單純 而且也不簡單 所以才需要有一些努力去發掘這個真相 所以希望我能夠傳達給你們一個訊息 就是說 有時候真相看起來很當然 但是要去達到的那個路徑是非常困難的 我是一千多天來 每天都是非常困難 到今天下午還接到那麼環保局電話 在談論這個計劃還沒有結案的一個過程 你覺得這個結果很好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就不斷的問說 這裡面有沒有一些 什麼樣的事情在發生 給大家做一個前演 那我們看看 我們不要太晚好不好 這個 我已經半年來是不太 晚上不要活動了 所以希望說這個 我們可以試試到 連Q&A可能我們控制在八點半 大家不要帶我們回去 那我想這個 民視這個是我最喜歡看 2009年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那個時候的報名 我們要走來的 好好好 我一直拿來避免 老母親感到 那交給你了 那лять點兩千 不是這樣子的 你應該是吧 各位 好 我們指舉 別人 可以萬能 找這一排 別人發佈的煙蔥蟲 有 準備 你說酌煙蔥是 大叔六七 石化場的 履標 不斷冒出的白煙 生产着人们使用的汽油和塑胶预料 采访者在卖油厨厨 原来启溜机油上面生活了环境的影响 居民是道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